在廖門天醫生所緝錄的香港現今的念佛感應見文錄第二策宗紀錄第24個真人真事。 24,地藏王菩薩相救,免除災厄。 跟佛有等人犯罪,佛有知有告知念頌阿彌陀佛近20年,未有見異象。 約兩年前,於家中不小心,身跌出難河外, 突見地藏王菩薩用雙手將他抱回,勉強從高處罪下之災厄。 問他何以知是地藏王菩薩?答恩曾見其聖像。 問曾眾其名好嗎?答未有。 問有什麼原因是地藏王菩薩救你?答哪不知道阿? 佛有知有是香港有名刀剪鋪老闆,人稱刀神,是年九十一歲,精神逆逆, 走動靈活,以目皆沖。 於十三歲時以膠袋沖氣,不懂游泳,至內地從水漂浮六小時,至新界上水上岸。 其時他們共三人同偷渡,不幸途中失卻一人,刀神欲返回尋找。 被另一人勸了,說他不懂泳術,如何救人,大家都只隨水流方向漂浮前進, 亦向救導人機會甚微,況且也許指示失散了。 由此可見到,都神是有義氣的好心人,值得佛菩薩救他。 在療援天醫生所七六的香港現今的念佛感應見文錄第二冊中紀錄第25個真人真事。 二十五,恆仰難當,念地藏經自語。 憎太是不者的義者,間中有念佛,並不算是一前信的佛教徒。 早前身體恆仰過多月,尤其是睡覺時,不能安睡。 一夜又是恆仰難當,想起早前文說一人說念仲了地藏經兩月後,小搶氣自然傳遇, 又寄起奇妹所告知的念地藏經的感應事跡,於是拿起由奇妹送給他的地藏經念仲。 地藏經共十三品,憎太念了兩品,睡著了,睡得著堅醒後全無恆仰,直至於金營無恆仰。 曾太後來仍有斷軸地念仲地藏經及地藏菩薩名號,至今多月未有恆仰。 據不者經驗,者莫明顯的感應,很少見,也許曾太有其因緣,是故菩薩為了道化他,慈悲地予以加持感應。 再療緩天醫生所七六的香港現今的念佛感應見文錄第二冊中紀錄第26個真人真事。 為亡無作多功德,得生善趣。 這是一則有關王先生,是不者的愛生,及王太的念佛感應。 王先生之母,即不者之妹,是乾順的佛教徒,頗有感應,是貫書佛教道理與其子王先生及儀式王太,各人都有念經拜佛。 2022年11月尾的一晚上,王太的母親因意外跌倒後,胸口大面積與腫及呼吸困難移送軟救治。 於X光檢查中發現了其母肺部有一約六至七厘米大小的腫瘤,情況並不樂觀,當時估計為肺癌三期至末期之間。 於是王先生王太常為其愛母親念佛菩薩名號,希望佛菩薩保佑往後的一切醫療復康過程無大痛苦。 王太的母親及後於12月經過數次癌症治療,病房耍趨穩定。 但至一晚上病房突然急轉直下已需留院治療,留院數天至2023年1月初病逝。 以下為王太為其亡母辦理後事事,發生了一連串的感應事情。 王先生王太有兩女兒,小女兒六歲。 於亡者身故當日下午,小女兒五歲時清晰夢見其外祖母,身穿彩虹七色衣裳,神情安長。 王太得色後問於畢者,畢者告知,亡者應是往生境界不錯,而能託夢告是,非一般亡魂所能成辦。 多須菩薩運化加持,由是推測,菩薩是慈悲的再加持著。 於是王太下了決心要多作善行功德,回向及亡無。 王太與母親感情很好,很擔心母親能否往生善趣,因其母生前不信因果,亦無宗家信仰。 筆者於是建議王太念仲地藏經回向母親。 王太之前未有仲經經驗,為增加王太信心,王生及其父母,及筆者四人,共五人,於亡者身故當晚陪同一起仲經。 於仲經期間,王太得色經文含義,感觸極深,全程都市在拿著紙巾抹眼淚及鼻水,不停飲一。 仲經緣不後,王太發願念仲地藏經七七四十九天,其間如數。 王生愛妻情設及為先愛母故,亦樂意陪同滿願,念仲地藏經七七四十九天及其間如數。 王者去世後一天,王生王太在清理為密時,發現王母有多本佛經。 王太知道是有人贈送給王母的,雖然王母應不太深信。 之後一天,筆者帶王太王生到東普陀港寺燒衣包給王母。 當時王太不知東普陀港寺是什麽地方。 王生駕車到東普陀港寺,當王太下車一看便大哭。 王太說在他讀中學的時候,王母曾帶他來者女聽佛經,足景相情,心有感觸。 王太母親去世時,因年近農年歲晚,其時仍多因新冠病毒過身的個案,而火葬的火化奴偉預約時間估計極為爆滿。 因後人一般都希望於農曆新年前能好好的處理一切臉壯事而, 故能於農曆新年前舉辦的機會甚微,但卻奇蹟地。 預約火化奴偉當日1月6日早上,王生王太趕至時,已有多人在前等候。 鄧兒經紀說1月10日還有兩個和合石的火化奴偉並可配合。 時王生心想和合石狠遠,並不熟悉該地,如許可的話,鑽石山則比較理想,王太則並沒多想,便立刻入子申請,醜號為78,若須等候一個多小時以上。 期間,1月10日當天的奴偉已滿,王後各天至年27的各處奴偉亦為極滿。 王生王太很擔心能否農曆新年前辦好念壯事而,於是不停念南無地藏王菩薩、王太,及南無觀世音菩薩、王生。 及至近12時半午飯時段前的最後兩個醜號,74及75,王生懇求別人可否先讓他們辦理,當然沒有成功。 當時年27的最後一個和合石狠遠已經沒有了。 午飯時段,王生王太君沒有去吃午飯,繼續念佛菩薩明號,希望一切順利。 午飯時段後,竟突然開放了兩個1月10日的鑽石山奴偉,及王後素天的鑽石山奴偉亦每天有一個。 時至醜號78,還如一個1月10日的鑽石山奴偉,王生王太當然即時接受領取了,殯而經幾說先人有福了。 王生王太奇蹟地獲得如遠的奴偉,覺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,他兩都深信這是菩薩的運化加持,心存感激。 1月10日出殯當天,王太竟見母親戀戴微笑,戀容祥和。 心感母親已經得到解脫,離苦得樂。 王生王太深信者是她們法願仲經如數及做其他功德有關,當中菩薩亦必有運化加持。 於火化日當晚,小女兒無故突然於家中擺放其外祖母的相片前,豪圖大哭不止近半小時,說懇念外婆。 數天後一晚上,小女兒由夢到了外婆,仍是穿著彩虹七色衣裳,但這添顏色次序是倒轉的,也即是紫藍青綠黃橙紅,對小女兒說她想穿著一件紅色衣,於過農曆年時跟她同往遊玩。 王太跟不者我說時,我說紅色紫衫不易找到,倒不如消見紅色布依給她。 其時王太忽醒起樓下了亡無的一件紅色外依留念,問是否母親所自的事那見。 我即時同意,並且有感覺可能是菩薩想提示王太不要太牽掛及思念了,因此對各方面都無益處。 王太亦同意,日日即往東普陀港子中火化掉了那件紅衣。 過了兩天王太夢到母親在吃飯,背景黑色。 兩天後,王生亦夢到先愛母也時在吃飯並身穿紅色外衣,背景即是白光,並感應到她收到了為她所做的一切功德,包括禮佛,誦經,做法事,餘素,放生,及燒衣包等。 過了農曆年兩星期,小女兒一日問王太天使死後會否再死多一次,讀天主教學校。 王太回答說:「不知道,然後小女兒說懇念婆婆,並大哭說婆婆已經走了。」 王太問小女兒為什麽這樣說,她回答:「因婆婆在紅衣的夢說過會和他們過新年。」 如今新年已過,而婆婆亦沒有再在夢中找她,小女兒說她已經走了。 於以上事件中,大家都深信地藏王菩薩及觀世音菩薩給予了家持幫助,心存感激,而王氏一家人對佛教更是敬重及信奉。 王太後記,王太經以上事件後,說自己由一個未傳信變為一個深信的佛教徒。 农曆年後約一個月,王太一日在地鐵偶遇於大學相識的朋友,已經十多年沒見, 傾談下知道朋友的母親親故當年,卻仍於夢中見到母親, 既是哀傷也感不安,因母親臨終時她哭著叫母親不要離去, 懷疑母親因此而當年放不下,不肯捨她而去。 王太有感視菩薩安排她們相遇,由她開道其有,因大家情放相似。 王太說菩薩幫了她,她當然也樂意效法菩薩,幫助她人。 不者按,地藏經中於第一及第四品中,說前生為孝順女兒的地藏王菩薩, 曾分別於不同過去世,供養各華定自在王如來及清淨年華目如來,而得超脫亡無。 經中亦勸喻眾生多作善事,念佛和供養諸佛菩薩及大德,自是全亡獲報,得大利益。 由經雲,此菩薩威神誓願,不可思議。 由雲,地藏菩薩證實地果惟以來,千倍多於上語,難以數算的無兩劫。 由事觀知,相信若有孝心及善心的子女為亡無亡負作種種功德迴向,以作超道, 大願地藏王菩薩最是慈悲及樂意感應加持的。 當然,若人能於臨終時念佛及作諸功德,或甚而是生前已有諸功德,菩薩更是有理由如亡者所願,作出加持遙。 今天先講到這裏,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,請按讚和留言。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,請按訂閱,祝福你幸福快樂,福慧增長,阿彌陀佛。 我們下次再見!